這是目前的飯菜 討厭香菜討厭香菜 Jody Maia 妹妹 1個 1個 2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终于对着镜头讲话了 今天又是一个work from home vlog 然后 早上其实到现在才一点半而已 但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镜头歪歪的等我一下 这个是我今天第二杯咖啡了 在家自己弄咖啡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无限的续杯 ok 我来整理一下我今天干嘛了 这几天的大事呢 就是我们终于有一个新的同事 新的伙伴加入了 你们记得我上一支vlog有跟大家讲说 我们家的那个墙啊 那个下面的维修处 来了四五次嘛 今天终于终于把它弄好了 所以 另外应该是我添购最后的家具也刚刚到达 然后组装完成 所以我现在家里基本上真的是 都弄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给你们抢先看一下我现在家里的样子 这个呢就是刚刚新来的家具 然后我昨天去EON 买了这种这样子的布 然后打算之后把它贴在这边 就可以把这个盒子都盖起来 然后这个很有趣 其实它是一个儿童的家具 你们看到全部是塑胶的 然后另外一个新的家具呢 就是我的床头柜 没错 我后来选了一个新的白色床头柜 可以来match我其他的家具 像是衣柜啦 或者是这个衣柜 然后你们有发现我今天穿的不是睡衣 因为我之前work from home 不是都是穿睡衣 出现在大家面前吧 但是我发现我换掉睡衣之后 我整个人的精神 都在另外一个层次 就感觉整个人更有效率 更有 更有 好其实也还好 哈哈 申请人还必须要上去香港的 谢谢你 邀请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 你好 推出优质旅游服务计划 你好 香港旅游发展局 旅游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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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是要隔离隔离 还是说一定要统一在隔离酒店 然后因为最近的那个防疫措施 好像是从14天改到21天嘛 那我不知道台湾的话 是不是也会延到21天 呃 行程的话就是从香港回台湾 然后在回来香港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从台湾回来香港之后 就呃 只是要隔离14天 然后就是在家居隔离就可以 这是目前的战差啦 好 没问题 谢谢你 嗯嗯 OK 谢谢 好 拜拜 我刚打个电话去确认 然后基本上就是14天 说真的如果是21天 然后一定要在酒店的话 我应该会疯掉 光就想着我就觉得害怕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能就打算不会回去了 工作也不算告一个段落 但是我刚打字打到眼睛这样抬起来 发现眼前一片模糊 就是用眼过度的前照 所以我想说休息一下 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 我昨天晚上写下来的 我2020年这一年过完 我想要反省的事情有哪一些 新的一年可能就像我自己之前 有做过那种新年新希望的影片 然后我前几天在IG story上面 看到有人说 其实大家都在讲 新年新希望啊什么的 但其实一年的时间 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可能你年初的时候的目标 在年中已经不见了 可以换成另外一个什么的 我就觉得 我决定2021年 给自己的目标 就是比较大方向一点的 但我想要认真的先反思一下 我2020到底 首先第一个我想要反省的就是冲动购物 我去年大概是 活了二十几年来 物欲最高涨的一年 就是真的很喜欢买东西 买回来之后也会发现 有很多 我可能没有那么需要 或者是 买了它就放在那边这样子 那买的当下都会觉得 这个我一定会用到 就是需要才会买的 但是你仔细在想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 就会发现 真的吗 就是你真的有需要它吗 所以新的一年希望自己可以 冷静一点 就是要买东西之前 再想两次三次 希望真的买到的都是自己 真的真的很喜欢 真的真的需要 就是quality不要太差 不然可能用一下子就坏掉了 我相信这样子应该可以 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 花费吧 就是冲动购物的部分 进入我们的反省时间 第二个呢 是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羞愧的 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太多 然后很多东西没有持之以恒 如果你有看到那个27 things I learned at 27 那支影片 我有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做的话 你就去做吧 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我 有的确有做到那一点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 我就真的有去做 我没有做到的是 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 怎么能够持续的 把我想要做的事情持续下去 包含像我开了一个新的channel 很多人一定不知道吧 叫Old Fudge 然后我跟伊安有一个画画的IG 叫图画 我还买了韩文的课程 然后还有帮姐姐经营他品牌的一个IG 什么的 那这些东西我都是觉得 啊我很想要试 我很想要做 然后我就真的去做了 但是我没有能够非常好的安排我的时间 所以导致有很多东西都被我落掉了 或者是没有那么持之以恒的去做 就像我的第二个频道 我其实有很多想要拍的东西 有很多不同的小小的想法 但是对你看我就是没有去做嘛 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可以好好的理清说 OK我过去可能尝试了十个新的东西 那我有哪一些是想要留下来的 那被我选择留下来的这些东西 我就希望新的一年可以真的好好去规划 让所有东西都可以真正的上轨道这样子 再下一个呢 就是我每一年都会觉得我做的不够好的 就是我很爱生气 然后不够沉着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我的个性吧 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把情绪写在脸上的人 所以可能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会一秒钟忽然很生气 或者是一秒钟就突然很难过 就是那个起起伏伏的幅度跟频率有点多 所以我一直期待自己可以好好练习 然后练就一生沉着 看淡人世间一切的这种心态 虽然说我觉得我去年已经算是有进步了 就是很多事情我不会可能第一时间就 就真的非常的情绪化 因为我一直觉得沉着跟内敛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所以继续往这个目标前进 那虽然说去年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但我觉得已经比以前算是有进步了啦 再来下一点呢 是警惕我自己 就是去年呢 我很容易把事情放得太大 放大到我会 就说服自己说好像事情真的是这样子 举例来说呢 我很讨厌接电话这件事 但你说我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么的讨厌讲电话呢 哇我是真的不喜欢讲电话 可是你说是不是有讨厌到地狱的程度 我觉得也没有 但是因为我一直讲一直讲 我一直催眠自己说我就是很讨厌讲电话 不知不觉中我自己也觉得我应该要讨厌讲电话 或者是我讨厌吃红萝卜 啊不对红 红萝卜不是一个好例子 因为我是打从心底的厌恶红萝卜 香菜好了 我不知道有它 我就整顿饭都不吃的那个程度 你一直不断的洗脑自己说 我讨厌香菜讨厌香菜 你就好像觉得这个东西真的 你不应该吃你知道吗 就是就算你觉得它香你也不应该吃 只是因为它是香菜 可是这样子就会阻碍你去改进它的机会嘛 因为你就是打从心底都说服自己说 我就是讨厌这个 我就是不想做这个 所以我希望新的一年自己可以更客观的看待每一件事 包含自己的喜好 以上四个就是我2020年想要反省自己的事情 反省了才能够认知到自己的 哪里做的不够好 这才能够改进 你说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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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煮 蒸蒜 煮 蒸鸡 蒸鸡 1.2克上水 3.4克 1克 3.5克 5克 3克 3克 5克 1克 1克 10克 2克 10克 10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要来做一点手工艺 因为我新买的柜子它是没有门的 可是我觉得它这样看进去有点难看 所以我去医养买了这样子两块布 然后我要把这个魔鬼毡缝上这个布 然后另外一边粘在柜子上这样子 就粘上去拔下来很方便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最近在重新追那个精密书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一部吧 这个真的是蛮经典的 虽然中间也是会有一些很cringe 然后就是会手指卷曲的桥段 但这一部还是觉得蛮好看的 就是看了之后心情很好 谁看 看着这张脸怎么会心情不好呢 你说是吧 好 我刚刚洗完罩 然后我现在要来take supplement 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会吃supplement的人 但是因为我头发本来就属于比较细的那种 然后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断 很容易打结 就是我早上梳个头就可以这样一把 很可怕 所以我最近开始吃这个头发的supplement 它说是可以改善初期的托发 加速头发生长 加速头发生长 强化厚度密度 然后让头发更亮更黑这样子 那我现在才刚刚开始几天 那试吃完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这样 一次要吃两颗 还有一个皮肤的 这个是吃一颗 这个是挺好的 就这样做的 吃蛋汁 就好了 kes得这个 看新银子 看新银子 也会是中国银子 多少钱 Information 拿出来的 啊 对 我开玩笑 这一番 如果 有点 准备 谢谢 用 I haven't know how many dreams I dreamed about you And just all empty, they all seem without you So kiss me once, then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So kiss me once again